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阔当下最火热的电竞游戏项目 大赛只在打造最优质的电竞赛事平台 让每一位热爱电子晋级的玩家朋友们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电竞梦想 没错 WCA 2016 年职业组别的赛事将分为三大赛季 明显来收看的是我们SR赛季不畏赛的部分 海外赛区同步进行的是亚太赛区的比赛 在5月份第一赛季的线下总决赛也将会打响 届时我们将会在现场见证第一赛季入围全球总决赛的选手 值得一提的是 WCA 2016 三大赛季的线下总决赛都会有中外对抗赛 这样绝对是我们所有的电竞民都值得期待的 戴尔游侠 7000 笔记本 专为年轻群体设计炫酷外形性能强悍了解更多优惠 请关注游侠 7000 官方威电 专硬电竞品牌 爱宫为 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即 WCA 电竞馆赛事指定用机 爱宫为荣耀而战 AutoFull 奥峰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智胜之道 执掌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WCA 2016 唯一指定外设建署品牌 极克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离其境的战斗 挑战1500万总奖金 尽享刀探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站一起 与此同时我们感谢龙珠 乐视体育 虎牙 触手TV 斗鱼TV 搜狐体育 火猫TV 环球护鱼 爱奇艺 17173直播 腾讯视频 小米战棋TV 华术PPTV 搜狐视频 恶势游戏 优酷土豆 微精电视 玩家赛事 KK直播 新浪看游戏 全民TV 网易CC CIBN手机电视的大力支持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解说天台罗 我是Pinky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 是VG和NewBY的一场比赛 过三的比赛 对 然后是一个我们WCA的一个补卫赛 是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组的情况 VG和是一个A组的投名 对 但是他们是三个队投分 然后以HomeK是 然后B组是IGV已经拿下五分了 是 这是小组赛已经是结束了 已经打完了 结束了 那今天开始的一场比赛 是四强的比赛 对 四强的比赛 VG跟NewBY以及下午会带来IGV达 不是晚上 晚上会带来那个IGV达老干爹的 对 那对于VG和NewBY这两支战队 你怎么看 你觉得是VG能够2比0轻松 碾压这个NewBY呢 还是说NewBY能够在VG手下拿下一分 在阵容上面看的话 我觉得VG的阵容更加好一些 就比较华丽其实相对来说 对 尤其是他们最近 就是把这个赛拉 也是从这个自由人人的身边给招过来了 NewBY的话 NewBY人员好没怎么变 他只有主C加加是换成了范 对 而且是主 他们这个队已经组了很久了 对 NewBY在去年的时候 成绩还是可以的 对 基本就算是二线队里面的前三里的 然后他们是换掉了酱油位和三号位 三号位是换成了二雷 然后酱油是 酱油换成 酱油是有一个叫深层的 深层是中单 蒙瑞是酱油 蒙瑞是酱油 我总是把他们两名字 一个是M 一个是SCCC 我总是 总是会搞错 好像还换成了李果吧 好像是 李果 我不知道他ID是叫什么来的 然后现在他是把主C加加 换成了EP的范 他就叫LE 然后小二雷也是从NewB队直接就是到NewBY的 他们现在这五个人就相当于去年的NewBY的SCCC MRR 然后犯是EP的 然后二雷是那个时候 也是EP战队的 对也是EP的 但是他到NewBY打三号位发挥也是特别好 对 这边可以看到游戏已经开始BP了 由这个夜远方 夜远方先搬先去 对 VG战队这两个酱油好像一直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现在是换了一下 让这个Burning去打四号位了 Burning现在打四号位 然后 HYM应该还是酱油吧 对 还是打酱油的 直接一搬掉卡尔跟土毛 土毛这个英雄还是特别烦的 小鹿 最近也是 都是比较常规的班人 这边班人还是挺快的 还有兽王 兽王赏金 包括BP 兽王赏金 DP 黑鸟 但是 直接是一选了一手赏金 是的 最近我也是挺少看VG战队比赛 因为 就自从知道他们这两个酱油特别不给力之后 然后打的成绩也不好 所以看VG比赛看的比较少 他们应该是像他们HYM这个人就是可能比赛打的比较少 但是是一个就是天梯分数超级高的一个玩家 那我说天梯分数那肯定NUBY的SCCC是最高的了 它是咱们天梯第一嘛 国服天梯第一 这边是NUBY这边是直接是拿了兽王跟斯文 捕了VG这边也是中单拿了一手死亡先知 NUBY是很早就把大哥斯文拿出来 你说B神它是现在是转到这四号位是吗 还是 它和ROTK的位置其实分的不太清楚 就是可三可四 对 然后赛拉他还是依旧打大哥位置的 赛拉这个大哥其实就挺稳的 其实他的打法 对 英尺还是比较多的 打法比较稳健 就一向都特别稳健 不像有些时候就比如说113万这种特别爱秀的 就不太稳健 对对对 我反正感觉113万的脑子比较轴嘛 就是他的出装啊各方面的都比较另类 这班的是一个PAC 而NUBY是三四号位的这样一个末日 中前期带节奏的点 其实DP打PAC的话 帕克是打不过的 因为DP吸血那个是帕克F是躲不掉的 是 他可以一直跟着你 我最开始是以为躲得掉 自从前段时间我自己玩了一把帕克 中路被压了是吧 对 我看来我说我肯定可以打DP对吗 结果他吸我的时候我F都躲不掉 特别头疼 我搬了一手LAN 就是LAN的话也是 因为死亡先知特别怕被秒嘛 对 怕这种法系的高爆发 他们班的人都是像死亡先知跟虚空也可以打一个配合 就上一场上上个星期吧 还有一场就是NUBY的一个 死亡先知加一个虚空打WINS 那场还是我们姐说的 对 他们非常喜欢用这种死亡先知 然后加上虚空假面 然后甚至再加一些 像乌依这样的酱油去打一个combo 对 而NUBY的第三手男人是小精灵 这应该是会是一个双中吧 对 现在小地图有一个改动啊 就是那个有箭头了 有这个指向 对 就是他的头往哪个方向你都能看到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小精灵的头是潮在哪边了 对 因为以前还改过一个版本改了 就是小精灵没有那个转身的动作了 嗯 以前还有的 这边是一个QOP 那他们可能都是双中啊 对 因为冰龙也是可以到中路去的 对 冰龙是一上来这个严寒灼烧 先消耗一下中路血量 他想的可能是选小精灵肯定是双中了 我也得来一个帮我的 对 但是说这个寒冬飞龙更多的意义是防推进的 很多看到对方拿了什么陈啊 先知啊 这种推进型的阵容 但这个版本的确挺适合推进的 对 就都是一大堆召唤物 什么小鹿啊 兽王啊 这种 对 尤其有兽王的这种阵容 再加上四流书 他可以一个人单带 对 那这样牛逼外中路精灵加女王 这是非常强势的 印象很深的是 Navi和VGR第一次交手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Dandy的女王 然后对面是教练战神七的DP 就是DP 然后就是 被压了很操 他站在塔下 直接跳上去杀他了 对 所以这个寒冬飞龙必须给好好包含一下中路了 那个比赛是每一场都在扛压前期中 对 因为FY的打法相对来说更偏自己发育一些 然后这边是很 我好像是很少看见这一套了 就是DS加那个冰龙 寒冬飞龙这种组合 对 是上个版本 上上个版本了 特别火 对 只要是这个寒冬飞龙大招一改 这个组合就没了 对 主要是冰龙大招改了之后 没以前那么厉害了 对 你打别的单位 它是不受伤害的 无敌的相当于 你技能甩的话白交了 只能单独秒一个 也是扳了一手神域 就是神域的话打DS也是特别好打 它的第一个技能可以直接把它的套子直接给进化掉 嗯 并且神域的大招对于寒冬飞龙的大也有一定的克制 嗯 最主要其实还是这个土子的套子 因为在线上的话 大哥是一个死问 对 这个进展会特别难受 看一下牛皮外选什么酱油来保一下这个死问 烂是不在了 巫医好像还不错 如果选巫医的话 就是精灵加巫医两个双奶 嗯 巫医的话 如果是个巫医的话 小精灵是可以多出一点装备了 嗯 其实我有点偏向于拉比克 拉比克的话 是也没有很好的技能可以偷 对 爽精这些 他偷的技能不给力啊 就没有这种小控制 现在危机这四个人 嗯 如果有小控的话 配合上拉比克可以长时间的控人 帮助这个大哥死问打输出 这一手牛皮外还是有挺长时间想的 对 目前这四手阵容控制很足 爆发也有 就是少那么一点团队的这种恢复能力啊 感觉上巫医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或者说再补一下爆发 来个活女 活女跟死问的话线上会很强 这边是拿了一手小歪 小歪 暗影萨满 算是一个推进的点吧 但是暗影萨满等级很重要 嗯 他能到六是就特别关键的 对 能不能早点到六级 他到六级的这个时间就关系着整个牛皮外的推进了 暗影萨满就是如果是兔子一个人呆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挂住的 对 他控制时间很长 嗯 而且配的是一个死问 到了三级的话 兔子是只要反正前期只要挂住兔子 不让他太舒服就行 不然让他的等级就是上来的特别快 不然套子等级上来了死问还是会很难受 是的 那VG第五手补了一个优鬼 那这样看起来VG前期的线上稍微有一点难打 也就是黑暗闲者和赏金这样的一个组合能够在烈士路打出一些优势 然后这个寒冬飞龙应该是更多的蹲中路的DP 如果不蹲的话 这个真的精灵加女王可以让DP根本吃不到经验的 我只能觉得这个兽王要起飞了 嗯 兽王应该是单打优鬼的 对 就算那个冰龙上来的话他也不会难受 是 前期的赏金游走很关键 是交给这个新人来打赏金 赏金正英雄有时候玩得好了就见得你牙痒痒 好我们看一下两边的出门装情况 这个新人的赏金带了毒球 而Burning的话是操作寒冬飞龙 像比赛里面其实赏金带毒球是比较少的 他没有那么多钱去出这个 对 这个钱对于前期这种要出很多辅助道具的来说 确实有点贵了 应该是先陪瘦王来插一个眼 看一下这个视野的选择 站在那里假装我插这边吗 装一下 看一下优鬼有没有给自己的将要打信号 好像还没 下路这边黑暗闲者 没有大眼 应该是选择让一个赏金去插吧 对这边赏金 赏金身上的假眼是被反掉 有的 有一个 有的有的 我刚刚切了好像是其他人的 对 但他这样的一个假眼很容易被这种睁眼反掉 对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往右边插一点 对对对 小鸡 小鸡出来的 小鸡也太远了 对 而且他应该是都没有看见 对 那分路上面没什么问题 精灵加上QOP总终 QOP的一个终 对 冰龙没有选择来搬一下DP 冰龙可能是先在优势路挂一下优鬼吧 这个真眼差一点 通常都会把这个真眼差高扑上 这应该是要往右边走一点点 因为现在大家眼睛都喜欢插在那个方向 哎 已经看到了 直接把两 同时吃掉 这边小精灵过来了 小精灵来了之后DP的日子就不好受了 本身女王单打这个DP也不算太吃亏 然后有了小精灵的加入之后 这个对线只能看赏金怎么帮了 原来是赏金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不是很好帮的 对 没有小精灵这么舒服 小精灵可以一直赖在这个线上不走 对 他这样被消耗的话 如果血量稍微在低一点的话 是有可能被杀掉的 嗯 这边赏金是到了上路 守王的话到达两级 而赏金是摸到上路之后 发现没有太多的机会 哎 中路直接是爆发一血了 应该是女王跳上去的一波强杀 对 因为他的一直被毒标消耗 然后血量下去了 嗯 CT外的大药也没有吃 应该就是刚才残血的状态 直接被击杀了 哎 他这样被杀相对来说 赏金也救不了他 对 赏金前期的节奏 我个人觉得特别的难找这一局 中路是基本没有机会的 嗯 他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到下路去找这个黑眼选者 他现在下来了 对 这是他应该一开始就去建立的一个优势 黑眼选者有套子 给这个小尼一套就可以了 中路DP是 我感觉是需要这个寒冬飞龙去蹲才行啊 对的 又差了一个金眼 冰龙可能会带一个TP吧 嗯 现在女王的补刀已经是上来了 12-9 而DP只有4-0 他不敢太靠前 血量只要一被消耗就不敢太靠前的 特别难受 只能窝在塔下 看着你补刀 看着你毒我 还有一点脾气都没有 是下路黑眼选者混的还可以啊 等级到达三级了 嗯 还是盯了点中路 感觉中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啊 哎 这要抢杀了 哎这边 直接跳过来 小精灵连过来减速 先灵之火还是救不了 是的 这个时候没有降游能帮啊 上路这边 兽王是走位很深 看这边有没有机会 应该是能追上 应该是可以 人头给优鬼 先灵之火不撤了 因为吃了也没有意义 也能被追死 是的优鬼有邪 嗯 下路的话也发生战斗 拉住了 老队长 哎这边是 KOP跟小精灵一起都下来了 对应该是想下来吃个神符吧 然后刚好看到下路这边 暗影三板控制时间很长 哎这边赏金 赏金过来 能不能脱掉斯文 感觉赏金打了半天酱油啊 真的是隐身了 目前等级只有一几 对 斯文吃药高了 如果他早点到战场的话 斯文可能会被他脱掉 是的 这里 宋纯还是选择出了两个挂件啊 强化自己对线的一个优势 哎他是原地蹦了一下 这个蹦是什么意思吧 可能是点错了 对对对应该是 这边是冰龙破 神符被抢了 哎DP走到这个位置 对还有还有一口魂吸 想配合杀一下 死了 小金丽死了 QOP就不能这么凶了 对 赏金也是从另外一边包过来 女王等级到达五级 DP这边也快到五 压制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凶 但是补刀还是很难受的 他8-1 对 这边是19-10 但这种经济可以在中期补回来的 嗯 只要等级在 DP的话 补经济能力还是很快的 对对这边 直接回家了 下路死问混的还可以吧 寒冬飞龙是直接放弃上路优鬼来到下路 优鬼是自己一个人在上路对发育了 free farm了 对 出道相位 而且是杀了一次兽王也是挺舒服的 嗯 二雷的兽王这个时候选择到野区打野了 对 QOP好凶啊 小精灵 小精灵都靠的特别后 他走上去要毒人家 是的 这时候DP应该是最脆弱的时候 但是冰龙 可以看到视野是两个假眼 同时都能看到 然后身后还有两个队友在蹲 对冰龙跟赏金石都在后面 对 防止他的一个强杀 女王是到达六级爆发已经是够了 二级赏金 三级的寒冬飞龙绕到下路 这个优鬼实在太舒服了 感觉兽王是有必要去上路对线的 而且可以看到优鬼是有大的 下路 女王身上没TP 下路想包一波 下路看一下行不行 这边有针眼看见了 优鬼直接开大过来 没锤到 这一锤没锤啊 刚好是针眼的范围就没了 对 感觉这边 二级赛马也要死 是的 不锤到的话 他也是要交代掉 下路这是一波优鬼开大 先给视野 然后赏金也包过来 这边是死了 死掉了 一下就死了 脚还是有大招的 是 老子讲这个位置有点太深入了 自己杀了一波之后状态也是残的 然后还要去断兵线 感觉就是不是很稳这样子做 对 套了套子感觉自己可以走了 是的 瘦王的话等级马上到6 这个装备是要直接做祭品吗 很早做的这样的一个装备 应该是为了打野 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吧 中路一波强杀掉DP 支援来的稍微慢了一点 应该是一头晶的球都交了 这边洒粉洒到了 闪金也走不了 还差一下 小精灵的一波双杀 这是谁的粉啊 暗影散满了 上路这边二雷的兽王也很危险 减速到了 是的 可以追悠鬼是有相位鞋的 悠鬼还差两下 追不到了 想了一下 我既然这么舒服 我就不应该就是去冒这种风险 对 已经是进对方一塔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双方经济情况 悠鬼应该是经济很靠前的 女王第一经济第二的话就是优鬼了 双方整体经济 所以牛币外领先了500 这500就是QOP的 对 这500是QOP和小精灵这种建立出来的优势 第一件应该是做子愿啊 这个QOP 对对面挺需要就是子愿来克制的 像冰龙兔子这种 对 兔子现在等级很高 经济的话也还好 毕竟他现在更多的时候是单打一个死问的 这种对线他应该是可以处理的很好的 看一下DP运来个什么 应该是大魔棒 大魔棒跟一个挂剑 牛币外颇开悟 兽王是有大的 应该是去找这一个DS吗 应该找DS了 在打野 鹰已经过去了 鹰应该是可以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老队长已经是个死人了 赏金千万别出来 对 中路战线的是一个暗有三满 很迫切的到达六级 这种兵线他也不太敢去冒钱了 女王带队开始推进 但是这一波兵线有点少 来的有点慢 还差好远这波兵 感觉这四个人要耽误很长一段时间 优鬼现在在上路 已经是出到了骨灰盒有大 那下路这一波 其实牛币外不太好推的 对的 而且DP这边也是可以支援 如果被反打了一波的话 反而是危机这边是可以破弱 对 其实牛币外现在完全不用着急 等这个暗影萨满到达六级之后 直接就是一波强推就可以了 我还在这边做了一下堆 这个DP动作 DP现在是需要努力的去补他的一个这样的经济 在前期被压制的这样的一个经济 他要把这个甲腿和战骨都做出来才行 现在的血量实在太低了 可以看到他现在特别穷 对 经济也是第六 1 2 3 4 5 6 就他的经济跟小精灵差不多 牛币外这个时候节奏显得稍微的慢一点 7级的死问去打这波野 有小精灵在还好一点 不然的话会打得非常的伤 这边打野似乎是被看到了 有一个高台视野 小精是直接过来凑一下经验 可以凑一下经验 小精现在是4级等级也是好低 DP开大了 这边幽鬼也开大了 赶过来沉默住两个 小精灵要第一时间倒掉 回身 我一个空差 女王一个打招跟上来秒掉DP 赏金也死 这边还有一个幽鬼能不能追上 幽鬼现在还有13格魔棒 有机会跑掉 女王的话这个跳的等级只有两级 而且他的魔法值也不高了 对 好 血量已经是彻底回上来了 独标给到也没有用了 那刚才这一波是一个二换二 小精灵和爱因萨满换掉了DP 主要爱因萨满刚好到六级的一个空差特别关键 对 但是这个DP真的是雪上加霜啊 在中路刚补了一会儿 对的 就想捞一波水 然后结果还被捞了 结果还被捞了 这局狩王的节奏感觉有一点怪 对 而且他是选择的是出祭品 对 第一件做祭品 可能想的就是给团队的一个buff直接推吗 但是我还是觉得死灵书会比较好 对 撒了一波粉 还是要杀吗 寒冬飞龙有大的 这一波DP也赶过来 四个人 视野是已经被nubby都看到了 这个死灵书有点大胆 还在塔下补 而女王方面 到上路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应该是做不了什么的 他是带一下线 因为看到下路都是人了 对 那一个视野是看到了四个 两边都没有什么推进的节奏 都不好推 幽鬼这边还是挺肥的 已经战鼓了 死亡先知是做了假腿 不打算出战鼓了 直接要做这个吹风 对自己的这个操作比较自信 1100的血量 由于前期这个DP的经济很不好 所以VG没有什么推进的节奏出来了 下路没人敢守吗 这个塔就直接放了 而且是一个酱油在这里推 对 这好伤 老队长拿下来之后 应该是可以做出没肯了 VY这局节奏真的很慢 对 受完再刷 斯文也要刷 是的 好 外塔的一个后患 是小歪的一个大招 对 SCCC和这个MRR 两兄弟配合拿下一座外塔 马上就要紫量 这个女王的经济还是非常肥的 继续来清这波远古 赏金还没有到达6级吗 对 还差一点 14分钟还没有到6 他前期 他前期就是节奏 没有完全没有找到节奏 对 然后也没有地方给他混经验 没有办法 这一波是黑暗闲者有没肯 但是冲的位置有点太深了 而且这边受完是直接往里面缩了 对 这一波在野区抓到人还行 是不是鸟看到他们开悟了 没有没有 鸟刚才那个视野不够了 他们是缩到这个地方开的悟 这个位置如果悟的时间一到的话 会被视野看到的 鸟刚好时间到了 刚好时间到了 他们悟也是 对他们悟也是刚好破掉 这边 反而是6B外打的还是比较聪明的 开悟一波报后 先秒DP 但是KOP好空 第一时间没秒掉 打招给上还是死不掉 小精灵赶过来 小精灵这个位置刚好是被寒冬飞龙 而且死位是开了一个大招的 特别疼 两下带走 拼掉了队长 这一波NB外打的非常的不理智 他绕过后之后 第一时间没有秒掉CTY 或者说被寒冬飞龙成功的救下了一手 对而且是飞到了冰龙的脸上 死闻开了个大小精灵是直接被大死 对 其实他第一套技能发现CTY被冻住之后 就完全可以撤了 这个塔就不要了 那个时候寒冬飞龙还没有交大 小精灵带着死闻传过来是 直接送了一波小团面 而且把最肥的女王给送掉了 游鬼现在身上2000块钱 是两个大哥也都死了 对 刚才精灵传的这个位置确实是非常的不好 我觉得他们可以飞后面一点 对 就是靠他们那边一点反而还比这个好 或者说他飞的再早一点 能在那个寒冬飞龙交际之前 诶 这边也是看见了 是 这边插眼已经被发现 一个隐身符 可能不能做一点什么坏事 隐身神符的话 上面是有一个幽鬼 应该是做不了什么的 赏金肯定是要沟通一下的 对 而且是QP没有大招 绕了一波发现了 看见了 打野 QP的话现在有子愿 子愿跟上 伤害给上 小精灵带人传 这一波打得还行 这应该是小精灵最常规的一种 支援方式 对 二雷这个地方很危险 DP是直接把大给开了 就小精灵传送的一个位置被堵了 是的 如果不被沉默的话 练这个兽王说不定能走 嗯 那这样相当于小精灵跟幽鬼的一个一换一 应该是 推不掉 二塔要互换 他大招应该快到了DP 这一波还不守吗 再上路强行去拼 死位也是没大的 这边推不掉是 这边应该会选择撤退 上路幽鬼已经TP了 哎两本TP 快跑 看下能不能 死问是直接踢走 好先踢下来试个赏金 手不够长 TP时间有点太长了 就算是DS踢下来也留不住 对 因为他幽鬼是刚刚先踢了一次 嗯 先踢的不该是幽鬼 对 如果是这种寒冬飞龙这种踢下来之后 可以选择 可以留一个 对 可以选择把人留下来 死问这个时候装备基本成型 双刀 但是这种拖下去的话 是肯定打不过幽鬼的阵容的 所以这段期间 对 幽鬼 幽鬼DP 以及DS 其实VG这边的后期都很厉害 对 除了赏金 其实后期能力没有那么强 其他四个都可以 不过赏金他到达六级就够了 在团战中给一下标记就可以了 喝喝汤就可以了 对 这个地方好像插眼被发现了一样 被发现了 这边打信号 对 小精灵带着死问刷 但这个死问刷的并不是很快 而女王现在更多的是自己孤军作战 身上有恢复神服 这局感觉兽王是一个全场隐身的 出装套路也比较另类 先出祭品然后补了把跳刀 对 就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兽王都是不一样的 对 以往的兽王是出死灵树去代谢 或者说找机会抓人 嗯 他要出跳的话也是出了一级的死灵树之后 再去做跳刀 哎这边是带宝石了吗 对 对的 QOP是 那这样 直接带了一个宝石 女王只要在战场 战场中阵王一次 宝石一丢 那这一局 你用VY就彻底没得打了 对如果宝石掉了的话就很特别特别伤 就看这个宝石女王能不能够把雪球滚起来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宝石带的太早了一些 他可能就是拼一下吧 因为这段时间如果再不通过这个宝石控制视野压制这个VG打钱的话 那肯定是到越往后拖越打不过了 如果这段期间压住了VG的打钱 那说不准还能打一次 但VG这边好像要 选择打盾 这一波还是很犹豫的 那是需要DP一个大招的 而且还会比较慢 这边是直接一个开悟 嗯 先开了一波 这波开悟看一下他们抓人的一个位置 其实他刚才在打盾的话 感觉牛逼外没有反应过来 嗯 但是他们打得很慢的 就DP开大嘛 DP开大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这一波抓人的话 优鬼应该是意识到了 上路是有很多人的 这一波开悟 最后还是回到肉山处了 对还是打肉 对 依靠这个DP的这样一个大招 维基是发现牛逼外根本就没这意识 本来说我偷这个盾 说不准牛逼外的人可能还过来抓一下 看这边小歪有大招会不会上高 上高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吧 感觉这一个盾还是挺关键的 直接拆 海东飞龙一个大小精灵要被死 哎 我怎么感觉死灵是走过去的 直接死了 没有直接是大住了 他这大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样的话 肉山是成功拿下来死亡先知带盾 但是自己的一个高地塔被拆掉 没了 海东飞龙选出来就是专门克制这个小精灵的 但他的位置其实真的有一点 不太讲究了这个小精灵玩的 那带人传过来之后 他的第一时间反应应该是先往后撤 拉开跟死问的距离 死问可能刚刚是被搭到一个边缘上面了 对 感觉是离得挺远的 刚刚死问就走过去了 对 我以为是没有搭到死问 结果还是被搭到了 等于说两次Burning的出手都是非常成功的 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蹲到这个幽鬼 这两个人是已经预谋已久了 差一点 就差一点 跳上来了 我看见了 手往一个大 王也是跳上来了 他是想排一个眼睛 交了大的话那就必死了 而二雷这边也是有DP的 直接踢走 可以走掉 黑眼闲者过来的话应该是拉不断 没有跳刀 下路这边巴迪的赏金 DP这一下经济是补的非常不错 开局雪崩的经济 再往玲珑芯来做 现在newby的这个思路 好像是要回避正面团战 觉得正面打不过这个危机了 想用这个小精灵 加上女王的这种带线 对 因为如果是 小精灵过来的话 是肯定会被冰龙 直接一个大给大死了 然后DP这边 如果他们秒不掉的话 正面就刚不过了 还有一手打后手的DS 是的 原来中塔 危机的中塔还在 打了23分钟 而且是有一个赏金 我就算跟你一换一 都是一换一 我都是赚的 是的 赏金摸过来 蹭了一下经验 是的 寒农飞龙这把跳刀出的 真的非常关键 上路死亡先知 其实这个位置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 牛逼败是不敢打正面的 死亡是出了BKB 对 还是要换塔 这下呢 有个小精灵是跳刀 直接传过来 强拆 哎呦 开始打游击战了 牛逼败这边 哎 这边冰龙一个大留住 能不能 后手接上技能 沉默接到了 有机会宝石要揪 拉回来 宝石掉了 完了 嗯 血过了 R4分钟呢 它是19分钟买的一个900块的宝石 是的 而且是有一个赏金的情况下 就等于是1800的经验 嗯 而不是经济 经济 对 因为赏金这边肯定也是 危机这边肯定也是要买宝石的 反而是给他们审了一个 对对对 这边是Burning一次非常精彩的一个T2塔 然后直接跳刀留人 后面CT外的沉默接得也很及时 嗯 这一波兽王是先选择买活 片显者拉住 暗影三盘勉强交了一个大 效果比较一般 但是 这波高地是可以缓一下了 嗯 DP的大快消失了 并龙也没打 而且是QOP也马上活了 对 这一波撤退显得非常理智 不急 危机这边后期的话会比较好打 对 现在NVY女王的节奏已经是崩了 他刚才这一波被击杀宝石丢了的话 还要补BKB 就算他出到BKB 他也没有那种碾压的这种输出了 而且危机这边有宝石 视野这方面也会压制 对 优鬼的经济还是最肥的 马上会要了 这一万三的经济 给死问其实没什么用 他团战中打不了太高的输出 而优鬼的这一万经济 真的能打出两万经济的输出出来 优鬼的一万经济感觉能抵死问的两万五 嗯 差不多吧 等一下他这个灰药做出来之后 黑眼前者也看到了 我感觉这小精灵跟小歪就难受了 是 因为他身上是已经是有了散尸的 这一个大招会特别疼 这边是开悟的兽王 但这种兽王就只有一个控制 就完全没有什么输出 把自己当成一个丝毫位的兽王来打了 出了个光环出了把跳刀 没有小人输提供的这种输出能力 他可能是比较怕自己出了死灵输 然后寒冬飞龙大自己 但其实寒冬飞龙更多的目标是这个小精灵 对 反正就是先把小精灵杀了 嗯 赏金也是喝汤喝出了一个推推棒 现在女王要出的装备实在太多了 他想正面去打这个优鬼的话 至少还要出个吸瓦才行 嗯 开了BKB有吸瓦 优鬼打他还不算太痛 诶 守王的鹰 这个是没有视野了 没视野了 还有刮开 嗯 优鬼是灰药已经到身上了 是 这一局感觉二来有点梦游啊 对 我觉得他如果是出一个死灵输去带的话 只要有人来小精灵带一个死闻飞 会不会会比较好一些 对 他的战鹰也很少说能够提供出那种不错的视野 给队友这种杠和机会 不过他这个 寒玩的确玩的比较少 对 对 不像有些队 就打个比方VTR的寒玩 简直了 是 阳的一个瘦玩的确玩的特别的好 就是包括节奏啊带线啊什么的 线上能力都特别强 看一下室温 哦 做了把跳刀 没有这种强力的输出 可能想的是不要小精灵带了 对 他现在想脱管了 像自己是一个跳刀BKB去切货牌 但不得不说韩宗飞龙的那个冰箱是可以很好的限制 目前这个死温的输出的 嗯 他不是那种跳上去两刀就能把人秒掉的人 对 让这个韩宗飞龙反应不过来 他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持续的输出的 一次开 又是一个 这是个双人的物吧 呃 韩宗飞龙开的 上面有 上面也有人 四个人 四个人 现在还是显得比较犹豫 先赏金去探一下 嗯 想绕到下路来杀 刚好优鬼也是替到下路 假装带现 那这一波应该是可以包到这边小精灵和死温 对 比较好的话是只死一个小精灵 把大哥救走 小精灵是直接把他带走 诶 斯温这边是 走了 直接直接飞到里面去了 跳到里面去走了 是 他发现比较明显 嗅觉比较灵敏 刚才优鬼一个大满血的女王已经这样了 他们 没有人能吃得起优鬼的这个输出 对 最主要是一个能提供恢复的一个小精灵 会被优鬼一切就直接没了 对对对 团战中小精灵是苗躺的 主要是牛逼外他中前期的节奏不好 他没有去打压这个优鬼的经济 兽王是在只有一个优鬼的情况下 选择自己去打野了 那这样优鬼前期是混得非常的好 然后牛逼外在自己前期对线 理论上是优势的情况下 也没有打出这个推进的节奏出来 到现在危机的中路一塔还在 就QOP的这个血球并没有滚出来 对 兽王这还是要出位仗 他对兽王的这个理解 他是想很远的距离把这个寒冬飞龙给打住吗 但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输出去秒人了 对 他的输出是需要一个QOP给死问跟他的一个配合 是 现在QOP已经是藏起来 我还是觉得他如果是一个三级输跟一个跳刀的话 大猪飞龙的话 就算他不死 藍也没了 嗯 对 就是他现在出的这样的一个出装 目前来看对于牛逼外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死问在补大炮 牛逼外这边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这边是选择来把第二个肉打了 这一波盾CTY好像还比较犹豫 在想自己要不要开大 其实有灵魂心的情况下 开就开了 反正自己这边不是很高级 这样打的好慢 对 游鬼过来 这应该是不打方开大了 直接打掉 嗯 游鬼的输出还是有的 因为他的那个荒芜是可以打到肉杉身上的 是 侦探肉杉这个目的 就是感觉应该是兽王的事 这种工作应该是兽王来做的 对 而且这么长时间没有看到人了 对 想到说也没有记这个肉杉刷新时间了 大概其快到时间了 应该是不停的放音过去 可能就是因为兽王这个英雄 玩的 就可能使用的比较少在比赛上面 嗯 这边是输死一波 这一波能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算了 打不过就投了 这应该是给自己一个计计的理由 女王跳过来 强行清兵想打一个时间差 趁这个危机没有准备好 但这个时候危机都是有跳的 完全不慌 一个拉拉着两个 后手能不能接上技能 哎 两个控制技能 接虫啊 这边讲直接秒 两刀带手 对 但是斯文开出了BKB 这边蒙瑞是也被击杀 CTY冲得非常的凶 只久吹风 先救一手 而幽鬼这边是带盾的 但是也要死 哎 冰龙的一手救 很关键 这一波就是打出了很高伤害 但是一直是被这个死问打输出啊 对 小精灵一直没有死 是 第一时间没有秒 小精灵的女王再跳过来 想收割 赛拉被击杀 但是这边DP 但是DP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小精灵自己被带走了 这一波NUBY已经是打得有点出乎意料了 就相互来说 危机这边得秒DP NUBY这边得秒小精灵 这是一波三欢四 幽鬼是一个带盾的 也被击杀了 但是这种换命有赏金在啊 对 而且路也没有破很亏 经济上小赚了400 场面又打回了一个四六开的感觉 毕竟把这个幽鬼的盾 很强势的一波给打掉了 CTY这一点确实 在寒诺飞龙的帮助下 有点难处理了 对 可以看到他刚刚是自己吹风吹上来 死温一刀马上就要砍下去了 对 寒龙冰龙一手直接救住了 马上要死的情况下 吹风加上冰箱彻底救回来了 小精灵这是干嘛 自己带一波线啊 抱一下 然后把这波冰清掉 刚好自己走掉 但是在DS这个线 对于他来说还只是特别开心 对 DS 你把线推过来 DS就照单全收了 对 三号位的兽王 现在经济还不如老队长 两个三号位的对比 看起来 二雷这局打的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 而死温这边 应该是大炮了吧 哦 没有 他去买那个2400 还差一点钱 走了 两边现在打得非常的犹豫了 谁都不敢轻易地打 因为刚才感觉 危机觉得自己这边阵容是挺好的 感觉是可以碾压对手 但是就是因为站位的问题 没有控制好这个小精灵 没有第一时间秒掉 对 是追出去打的 他是大的一个QOP 但是词问是开出BKB了 对 QOPP应该会选择一个羊刀刷新吗 嗯 羊刀刷新 他发系装出太好 出太多的话不太好 他其实现在已经出了两件发系装了 哎 又买了一个宝石这是 还是抢回来的 应该是抢回来的吧 看一下宝石CD就知道了 嗯 商店 是刚买的 刚买的 看一下 危机这边宝石应该是寒冬飞龙带着的 对 都是newbie外的 对 都是newbie外的 这个宝石还好不是女王自己买的 上一个是自己买的还是 对 上一个自己买的 嗯 老队长现在身 身怀巨款4000多 没有更新 看一看场上几把跳刀吧 冰甲吧 一二三四 四把跳刀 老队长这边是要出洋 三人开悟 赏金是已经早早埋伏过去了 哎 看到了 哎 冰龙跳过来 但是斯文已经跳走了 那小精灵肯定死掉了 刚好斯文跳走 是跳过去收线的 对对对 应该是运气比较不错 这边QOP 两种 留不到人 确实现在没有这个仙手的跳扬 想去留QOP的话非常难 守王是终于开始把自己的这个带线的任务带起来了 利用老阴开视野 他这是还要出飞鞋吗 一直落着一个鞋子 对于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必要吧 这个二级鞋其实都没有太大必要 我感觉他有很早以前那种射完的感觉 就是出一个飞鞋 带蟹 然后去抓人 但他也没有选择那样 他这个A杖是可以保证自己能够大得到这个寒冬飞龙的 射程非常远 非常远 再加上去的跳刀 老阴讲过来了 直接跳走 一个冰龙跳走 反应还是非常快的 这一波危险也是没有视野 所以优鬼不敢轻易的开大留人 这段期间 牛逼外肯定是想找机会把上路先破掉 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打正面真的挺难打的 他要做的是先把这个寒冬飞龙秒掉 还要把DP给秒掉 对 这两个一定要 而且那个时间 还有金兽的这个优鬼的无限输出了 还有一个DS的一个拉大 拉大其实还好 他这边有两个BKB 也就是说在女王和这个死问开BKB的这个同时 要把这个寒冬飞龙秒掉 再要把DP尽可能的秒掉 如果是5为5的团的话 牛逼外这边挺难处理这个危机的 对 就要看他能不能打出先手 而优鬼方面是 装备已经非常非常好 对已经是 直接出了一个龙心了 嗯 三十八分钟 跳过了分身斧 直接做了龙心 这样保证自己在团战中很难死 就是这样一个回复能力就会特别强 这局射王他并不是想着去带节奏 他一直都在 对每次牵过来看到他都在刷钱 对 装备是倒还可以 但是感觉 但没打出 没有打出一个射完的作用 对 他这个装备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事 只不过能不能 大得到人 大得到人是问题的 出了个A杖也是可以打一个 女王身上也是有很多钱 强袭没有 然后 西瓦也是没有 DP也是做出了一个BKB 嗯 那这样团战中秒DP几乎不可能了 玲珑心西瓦再加上BKB的DP 这个团战中输出太高了 没有足够的这种召唤生物 去分担DP的打招伤害 而且最主要的是牛逼远没什么护甲 哎 找到了 第一时间没有跳走 一个拉墙 幽鬼开大 兽王子一个大招交出来之后 就完全没用了 对 而且是这边的输出好高 还有BKB的女王也是被击杀宝石 再一次被拿走 上路的话是在拆 能不能拆下来 有塔房呢 那感觉很难了 海中飞龙是有大的 可能会拼掉 可能会拿命去拼 海中飞龙不交大吗 他还不走 等他走的时候再交大吧 所以他早一点交大 说不定能保住这一路啊 杨柱直接大吸死 但牛逼外这边感觉真不行了 小青龙也藏过拉也送掉了 对 他是 没啃都拉没用了 感觉是他们沟通应该是有问题的 小精灵是想带斯文飞回去 然后斯文是开了个BKB 就一定要拆掉他 对 有点太过执着了 尽管说偷掉一路 但是这一波真的是亏了太多了 整体经济上面 已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了 这一波打完了 等这条曲线再飞一会儿 是吧 然后就可以看出差距了 经验方面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持平的状态 危机这边到后期 肯定就会慢慢拉开的 嗯 对 扬刀 这一波斯文还有31秒 危机的话直接压过来了 二级闪失的优鬼 小青龙马上有大过来打先手 二雷这个位置很不小心 自叫直接被秒了 被秒掉 女王这一个大打出去 真的不痛不痒的 还是一个A仗的大 开塔黄守一下 感觉寿王这一波又要交买活了 不交买活 还可以死啊 还在追 还在追 好凶 优鬼是一个龙心的 无法无天了 对 而且是给了一个套子 A一下好痛啊 是的 买活 寿王这边买活 CTY 但是DP是开出大招了 这是你根本秒不掉的 对 寿王目标 后面的寒度飞龙 后面还有 女王技能 走一半跟上去 有吹风 救了一手 能不能秒掉 冰一下自己 哎呦 这一波是花了太多的精力去秒 还是秒掉了 但是自己这边 但是小精灵已经死了 对 小精灵死了之后 他的输出就没有那么可观了 是的 另外一边 女王还在跟对方周旋 但自己这个位置 肯定是要死的 死亡心的音速非常快 有散失 救不到 这个女王是救不到的 拉回来 爱有擦板自己也要死 那么的话 感觉牛逼外这边是 感觉这个 没有什么希望 对 确实是希望不大 对 后期也打不过这样的优鬼DP的这样一个 后期 这样是直接要被破两路 没有买活的话应该就是放弃的 只有一个买活过来的一个瘦丸 啊 选择了出了刷新 死亡先知再开出一个大 这VG有 这边有点偏娱乐了 都不推了 是的 稳了已经 再买活一个死亡 这边死亡再买活 还想留吗 这边幽鬼是很难击杀的 传过来 杀DP 找这边CTY CTY根本不怕 直接看着VKB 一手拉 拉拉住三个 DP这个时候直接撑人群脸 一个波带走 打不够 买活都要死 死亡终于等到自己的大招cd 想强拼 赛拉这边 给一个加速 好难受 是 PKP消失 直接扬住 空有一身武艺却打不到人 好了 那这样买活双中阵王 无法不得余地 应该是要敲击劲了 这一手冰龙实在是太克制他了 他死亡的一手一个大招如果开了的话 冰龙主要在他旁边大一个队友就行 对 不管是兽王大到的人 还是说死闻垂到的人 死闻急火输出的人 这个寒冬飞龙都可以很好的救一手 对 没记得这个第三手选出来的四号位冰龙 是帮助他们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然后再加上牛皮外自身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吧 这场比赛 感觉说完这边的出装也真是不太好 对 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 手上出装确实值得商榷吧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稍后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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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